国家银行昨天出乎市场意料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隔夜政策利率上调到2% 那么这次的加息对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来说又有什么影响的 我们这就来连线市场分析员Danny黄德铭来听听看怎么说 Danny早上好 早上好大家好 是的Danny对于国行昨天下午就突然宣布加息25个基点 正式结束超低利率或者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你对于国行这一次的决定你是怎么看的呢 你认为会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国行加息不仅会考虑到通膨问题 还会考虑到经济增长的情况 加息来得比疫情的早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正面而是比较积极 也就是我们国家银行对经济增长的情况是有信心的 所以我觉得一起这对市场价值周期会比较提早的推动 使这个OPR正常化 我觉得这会比较有适度和监禁的 以适应现在的经济增长和这个通膨的前景 是的另外Danny 根据国行昨天的文告除了宣布将OPR上调到2%之外 我们也发现国行其实是加了上限利率和下限利率 上限利率是2.25% 下限利率则是1.75% 那么这对我们老百姓又意味着是什么意思呢 对我们的房贷利率又或者是定存利率是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 这次国行升息25个基点也会推高这个Based Rending Rate 就是我们的基准贷款利率 这基准贷款利率也会推动我们的贷款和存款的利率 对于平民来说我们储户是有利的 就是我们有更高的这个存款利率 利息会更高的回报 可是对一些房贷利率或者是我们车贷的利率会高一点 也是说我们要给更高的分级付款 或者更长的还贷期 这个对人民和企业会承担更多的利息费用 这次加息也会推动一点点的马币 所以这个马币也会 这个推动这个加息也会缓解一点 这个我们马币的那个疲乱的走势 所以也是对我们说也是一点点的好事 那我们说完了老百姓之后 那我们也要关注一下企业方面的影响 那企业的经商成本可能也是会受影响 在企业利率呢利润方面呢可能会遭到挤压 那么你认为说有哪些领域或者是板块 会因为这次的升息呢而受惠 又有哪一些呢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呢 我认为这次升息也加上可能未来有高通膨 受惠者可能是一些银行或者是金融业的企业 而且一些公司有高额现金的也会受惠 相反的一些公司有负债 有高负债的公司也会受到这个负面的影响 在这方面也尽量避免可能一些长期的债券 这债券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Danny今天为我们八度早新闻 带来这么精辟的分析的 谢谢大家